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游教授谈音说乐 前两天我在频道里面发了一条信息,做了一个调查 我说华语乐坛第一人应该是谁 我说先做一个调查,让大家说出自己的看法 收到了很多的留言 今天我们来揭秘这个答案 我心中华语流行乐坛的第一人是谁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反馈 我后面会做揭秘 我心中的中国华语流行乐坛第一人 很多人说我又在拉战了 也有很多人上来说我的 说这个话题建议我不要做 你看说不建议做 做这种视频不太专业,太不专业 而且永远不可能全面,可能要听上千个歌手或者乐坛才有结论 就是说在我眼里像UP主这样的级别的乐评人做这类视频是一种掉价的行为 反正是有很多了,说法很多,说这个话题会比较有争议 因为各自的粉丝都会想让自己的偶像 自己崇拜的歌星成为第一人 很有意思 这个话题扔出以后 我没想到会收到那么多的反馈 首先是感谢大家的反馈 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 同时也让我看到了 这个反馈中其实可以反映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在看我这个频道的人大概是什么年龄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可以反馈出来 因为流行音乐 不同时代的人,不同年龄的人听不同的歌曲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自己的偶像 所以说呢,这一块石头砸进去 溅起了水花,我基本上就看到了 非常好 虽然有些人还没有理解我的意图 但是没关系 这个很正常 因为大家看到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现在看到了就这样的一个焦点 我一会儿会揭秘 我相信我的答案 应该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我心中认为的中国华语流行音乐谈第一人 没有一个人会反对 而且呢,我认为同行也会认同 也就是说在所有流行音乐这个行业里面的 不管是专业的,还是大家喜欢听音乐的人 都会认同我这个答案的 大家慢慢往后听 但是呢,在这里面啊,我们也说一下收到的这个返汇信息 最多的名字呢,提到是周杰伦 可见周杰伦在当代这个听众的心目中 地位还是很高的 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提到了华诚语 就说明华诚语在当代年轻人心目中 还是有一定位置的啊 当然啊,也有提到周深的 也有提到王力宏的 有陶哲 再往前推呢,有罗大佑 说罗大佑的,有李宗盛提到 还有提到邓丽君的 好,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人都是提到了这些人的名字 但是呢,也有 我看到了有一两条信息 是把这个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呢 往前推,拉长了 有人提到姚敏 提到了周权 好,对 实际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 我要主要想给大家介绍的一个人 就是在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历史上 非常值得大家纪念的一个人 也是大家应该要记住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这个人的名字 这个人的事迹 在我们中国的华语乐坛 或者是在我们 中国人的这个听众中 却很少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些历史的原因 一会儿我再揭秘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先说吧 这个人 他都做了哪些事情啊 我们可以这么讲 这个人是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 同时呢 也是中国歌舞活动第一人 他是在中国的历史上第一个 开设了 中国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歌舞学校 他开创了中国的第一家歌舞团 歌舞表演 这样的团体 他写下了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从而打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一个历史的大门 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历史的篇章 但是呢 几乎没有人知道 当我们今天在享受着流行音乐的这个发展的成果的时候 我们把自己的老祖宗给忘掉了 所以说这个人被称为中国流行音乐的鼻祖 中国流行音乐的奠基人 知道是谁吗 我在这再停一下 让大家留言 大家知道是谁吗 有知道的赶紧把名字打上来 我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 不仅是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 甚至连很多音乐专业的都不知道 甚至连很多搞流行音乐专业的人都未必知道 这个人呢 叫李锦辉 李锦辉究竟是何许人也 大家今天开始记住这个人的名字 如果没有李锦辉打开 掀开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大门 我不知道我们后面的历史辉是怎么样 1927年 李锦辉写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被业界公认的第一首流行歌曲 毛毛雨 那么讲到李锦辉这个人 他的几个第一 第一个 我们讲了他开创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先河 就是创作了所谓标志流行音乐 诞生的这首毛毛雨 第二个 在30年代 也就是说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 萌芽时期 也就是中国流行音乐刚刚 新起的那个时期 我们为什么把它叫做电击人 因为我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历史 其实我们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个高峰时期 大家知道在哪吗 在什么时期 是在1937年到1945年 大家觉得很奇怪吧 这个时期稍微懂一点历史的人都知道 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 其实大上海时候的这个流行歌曲 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历史上最高峰的一个时期 那时候出现了很多绝世乐 你像那个什么天涯歌女 是以天涯歌女走红为标志 然后呢什么玫瑰玫瑰我爱你 大家都知道吧 像这个夜上海 夜来香等等这些歌曲 全是这个时期出现 这个时期呢是进入了一个高峰 中国流行音乐的第一个高峰 那么 这个高峰 在此之前的十年 主要是由李锦辉主宰的这个流行乐谈 他实际上 但是呢实际上在1937年到45年 这个时期李锦辉已经退出了乐谈了 他的影响已经没那么大了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 大家可能知道李锦辉的弟弟李锦光 写了夜来香那首歌 大家可能知道写夜上海的 那个陈歌星 就是陈刚 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著名的作曲家陈刚教授的爸爸 就陈刚就是写那个小提琴协奏曲梁柱 里面的其中作者之一 陈刚和战豪嘛 两个人 陈刚的父亲 就陈歌星 写了什么夜上海啊 像这个恋之火啊 写了一批 这个非常快智人口的流行歌曲 但是呢 李锦辉在这个时期大家已经不知道了 为什么 因为李锦辉在三六年就 基本上三六年以后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但是我们讲他是第一人 他对下面这个时代 对三四十年代流行乐的高峰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们来说几个世界啊 事情 第一 李锦辉当年创办的 他当时最早创办叫中华歌舞团 后来呢 改名叫明月歌舞团 在他的歌舞团里面 他培养了谁呢 我说几个名字 大家可能都知道 金嗓子 周璇 大家知道吧 叶上海的那个周璇 周璇不仅在歌坛在影坛 都是享誉国际的 在华人世界里面是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人物 当年周璇 还很小 好像13岁134岁 这很小的时候就进入了李锦辉的这个明月歌舞团 李锦辉一手栽培他培养了周璇 第二个人 这个人叫聂守信 大家知道吗 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 但是大家知道 聂尔 聂守信就是聂尔 聂尔当时也是 在上海发展 当时也是在 这个拉小提琴 是在李锦辉的明月歌舞团里面 也是得到李锦辉的培养 当然了 后来聂尔的方向 跟李锦辉的方向 两个人走了不同的路线 但是呢 李锦辉确实 当时给了聂尔很大的扶持帮助 在当时的这个时代 另外还有一个著名的王仁美 大家知道吗 就唱那个余光曲的王仁美 这都是从明月歌舞团走出来的 当然了后面还有好多了 什么白红啊 什么一批歌手 都是从明月歌舞团出来的 所以说他的歌舞团 当然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 就是李明辉 李明辉就是李锦辉的女儿 就是唱这个 第一首流行歌曲 毛毛雨的这个首唱 原唱者 这些人都是李锦辉的歌舞团走出来的 所以说这些人 得到了李锦辉的培养 在下一个时期 三十年代 三七年后到四五年到 甚至到抗日战争结束以后 四六四七四八年 这个高峰时期 四九年就没有了 四九年到了五零年 就中国内地就没有流行乐了 在这个时期 其实这些人 得到李锦辉的栽培以后 在下一个时期 高峰时期 成为乐坛的重要的顶梁柱 所以说这是李锦辉 对中国流行乐的一大贡献 所以说我们讲 第一个 他开创了 开启了中国流行乐的篇章 就写了中国流行乐的第一首作品 毛毛雨 但实际上 毛毛雨这首歌曲呢 我们要是听他的原曲 其实他从曲词 听起来都像是一首民歌 但是呢 后来 他其实是27年写的 然后呢 28年被录制了这个唱片 然后在三四年 好像又重新录了一版 那个三四年那个版本 就比较流行化了 用了西洋乐队 用了一些 弧步舞曲的一些 这个流行的节奏 但是呢 28年那个版本 其实还是有点像那种 民歌民乐的那种那种感觉 但是呢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这个流行乐的历史上 大家却是公认的 这首歌曲其实是标志着中国流行乐的一个开端 所以说我们看啊 1927年是中国流行乐的元年 到2027年你看就将近接近100年的历史了 另外呢 李锦辉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就是中国歌舞活动第一人 歌舞团 歌舞团的这个影响 其实是 在三四十年代 有很多的歌舞团后来出现了 但是呢 都是受到李锦辉的影响 讲到这呢 那其实还要提一个 李锦辉其实除了中国歌舞活动第一人 中国流行音乐第一人之外 他还是中国儿童歌舞剧第一人 中国儿童音乐 大家可能听过有一首歌叫 小兔子乖乖 大家都听过啊 我相信中国人都会唱 但是没有人知道这个曲子谁写 这就是李锦辉的作品 李锦辉在20年代 他写了有12部儿童歌舞剧 这些歌舞剧成为当时 就是儿童音乐非常重要的 这样的一批音乐作品 他还写了很多儿童歌曲 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们在2006年的时候 当时呢 是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兰青 同志提出来 说要复排李锦辉的12部儿童音乐剧 儿童歌舞剧 当时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承接的这个项目 后来呢 我们学校呢 是接了两部戏 我当时是做这个音乐 总监 一部是乐民之夜 一部呢 是叫七姐妹游花园 因为当时李兰青 他们从小的时候 是听的这些歌曲长大的 所以他退休了以后呢 就是研究音乐史嘛 然后他一心想替 这个李锦辉翻案 为什么呢 因为李锦辉 是因为写流行歌曲嘛 后来呢 就被批判 因为我们从解放以后 流行音乐基本上就被扫地出门了 所以说从1949年解放 以后到1978年底 就是改开放这一段时间 30年是中国是没有流行音乐的 所以说呢 隔了30年 李锦辉的名字也就被乘封了 因为他是一直被批判 所以说呢 大家也不敢去提他的名字 尤其是在后来的1957年 反右的时候 就批判这个李锦辉的音乐 叫流行歌曲嘛 被批判为黄色音乐 黄色音乐之父 所以说呢 他也是不断的检讨 后来呢 也是在1967年 文革的第二年去世 所以这个就是李锦辉的一个人生 赶上了那么一个时代 所以说如果我们今天再看啊 李锦辉的歌曲 当时说他写的是黄色歌曲 他最有名的有一首歌曲 除了毛毛雨之外 当时被批判的有两首歌 一首是毛毛雨 还有一首呢 是叫桃花江 什么桃花江是个美人窝 桃花江是美人窝 什么桃花千万朵 其实他就是写这种 有一点像现在的那种情歌 打情骂交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 当时就批判啊 这些歌曲是说是不健康的啊 就是精神污染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 中国的古诗啊 我们在诗经的开篇 一开篇啊 这就是一首情歌嘛 什么窑窕书女君子好球 你看这个就是一首情歌啊 所以说那当然了就在不同时代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些问题了 另外呢还有一位就是李锦辉 他是非常前卫的一个人 他呢在当时大家知道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之后 上海是一个中国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中心嘛 所以说音乐你看 也是主要集中在上海 当年的上海呢 就涌进来了很多西方的一些东西 流行音乐 那个歌舞剧 白老汇的歌舞剧都进来了 李锦辉呢就很快就吸收了这些东西 然后呢他把它用到了自己的音乐中 但是呢他的思维 他的这个思路 他是超前的 他远远要领先于别人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他写了这些歌曲 尤其在歌词上 他就写了很多就是 年轻人喜爱的 就是一些关于情歌的这样的一些东西 叫家庭爱情歌曲嘛 他那个 所以说呢后来就受到了很多批判 但是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这个三十年代 这样的一个时期 中国是面临一个国破家王 这样的一个旧王时期 很多旧王歌曲出来了 但是李锦辉呢 他是热衷于 一直热衷于流行音乐的写作 所以他没有走向那个 就是旧王歌曲 前十年 李锦辉那些流行歌曲影响太大了 以至于就盖住了他 所写的一些 就是跟旧王有关的一些内容 所以大家就把这个矛头就对向他 你就是你看国破家王了 你让他写 打到奥墙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你还在那轻轻我我 缠缠绵绵的爱情歌曲 而且呢还软化人们的意志 说你这个流行歌曲 那不就是咪咪之音吗 那就是黄色歌曲 独害这个年轻人的意志 独害人民的意志 所以说这个就后来批判的越来越厉害 所以说就就就就在历史中就被打到了 你想啊就在那个文革时期 在反右时期 那个时代 那你这个要是戴上这样的一个帽子 那是批斗肯定是可想而知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个解放以后 李景辉基本上就大家都不知道了 所以说李景辉去世以后 他也就被尘封在了历史的废墟中 大家就几乎就把这个人的名字给淡忘掉了 但是呢我们今天回头再看李景辉的歌曲啊 就是你比如像毛毛雨 毛毛雨就是一个情歌 就是一个情窦粗开的一个女子啊 然后呢等着自己的情郎约会 就是但是呢没等到心底非常焦急 就那么一首歌曲毛毛雨 你说这种歌曲 今天来看那么太正常了 我们今天好多网络歌曲 一段赤裸裸的或者赤骨的那些描述啊 爱情之间的那种那种啊 低俗的东西也多的是啊 那你要是那么评判的话 那现在呢黄色歌曲就多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不同时代吧 当然了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处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我觉得我们是要感到庆幸的啊 流行歌曲可以随便唱啊 可以随便的就是随便听随便唱啊 其实在当时不要说李景辉那时代了啊 就是改革开放初期啊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的时候啊 如果说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父辈啊 你们年轻人的父辈 其实可能都会知道啊 那时候听流行歌曲啊 都是偷偷摸摸的 听邓丽君啊 那都得躺在被窝里面听啊 那因为什么 因为都是批判的嘛 流行歌曲不能听啊 听流行歌曲就是犯错误啊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乐坛 今天的这个社会啊 大家可以光明正大的啊 堂堂正正的啊 拿着这个耳机可以听这个流行歌曲 所以说我觉得大家要珍惜啊 这样得来不易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时代啊 不要再为哪个歌手第一 哪个歌手第二 再去争这些没有意义的啊 毫无意义的这么一些争论啊 今天的流行音乐走到今天 其实是不容易的 中国流行音乐真的是发展到今天 他经历了很多的坎坷啊 等以后有机会吧 有时间 我再慢慢跟他讲这个流行音乐的坎坷历程 好吧 我们今天呢 就是其实我这个目的啊 我在网上抛出啊 流行音乐第一人啊 或者是我们华语乐坛啊 其实我是想说华语流行乐坛第一人啊 我把流行两个字给忘掉了 发出去的时候啊 但是呢 大家很多人可能也都能知道啊 华语乐坛啊 指的大部分都是指这个流行歌坛啊 其实我做这期的目的 就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知道李锦辉这个人啊 这个人是值得我们去纪念 值得我们去怀念 值得我们记住的这么一位音乐大师啊 呃 对 顺便说一下 其实李锦辉他们的家族 他们家有八兄弟啊 非常厉害的 叫黎世八郡 他的哥哥是谁呢 叫李锦锡 是中国的著名语言学家 李锦锡是谁 是当年是毛泽东的老师 啊 然后呢 他的弟弟叫李锦光 李锦光是谁呢 李锦光是也是一个作曲家 后来写夜来香的那个作曲 非常有名的 所以说这个 李锦辉在当时是大名鼎鼎的李锦辉啊 当年解放以后 说开第一次 第二次的这个就是文代会 啊 当时是到北京吧 好像是这个李锦辉也来了 啊 当时这个 周恩来同志啊 到现场就开始找 1956年 李锦辉到北京 参加全国第一次音乐大会 周恩来一到宴会 首先就问 李锦辉先生来了没有 见到李锦辉之后 周恩来十分高兴 询问李锦辉的生活 工作和身体状况 并祝他晚年幸福 毛泽东在会上 见到李锦辉 他说 锦辉兄啊 你的桃花江是美人窝 影响好大啊 连红军都唱你的歌 不过我们陈老总 把歌词改正过 桃花千万朵 比不上美人多 改成了 比不上红军多了 所以说你看这个 当时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他的影响大到什么程度 就在三十年代 当时百代唱片公司 在自己的这个公司的墙上 挂了几幅肖像画嘛 就他们合作的一些音乐家 当时呢 挂了几幅画中 有几个 梅兰芳 挂在第二位 梅兰芳当时是属于 大师级人物了 影响非常大 第一位 第一个挂的就是李锦辉 就他的三十年代 影响是非常大 但是为什么不知道 就是因为我 我讲后来 就是在历史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 被批判 所以被尘封了 所以说 今天 那我们要把这个人 从历史的废墟中 给拽出来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中国流行约的鼻祖 中国流行约的电机人 中国流行音乐 真正的第一人 大家别争了 第一人就是李锦辉 我的歌 有你来听 这就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我的歌 若能唱动你的心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 写下去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 我愿用一声的感情